歷代志佳第十九 一十 路婆安去四驚 因为义生的男人都到四驚 未立义做王 尼巴的赢亚 亚路婆安 情先被所有文王 早去阿吉 念在那儿 义听起这个书 就对阿吉 杜来 三十 义生的男 找人去牵他以来 他就跟一些的正人来见老婆安 对他说 你的老婆让我派档的家做苦工 现在求你 让我做的苦工派档的家减轻 我就学习你 老婆安对他说 三日后再来见我 八生就起 六十 老婆安的老婆所留门在世的时 有冠水在他面前的老人 六婆安王跟他参照说 你给我出什么主意 我同学习这个八生 老人对他说 王若好宽怠这个八生 让他欢喜 用好味来饮饮 他就应该做王的老婆 八十 王却不用老人所留意的计划 就跟那些跟一别人 在他的面前军水的少年人参照 王说 一个八生对我说 你的老婆让我派档的家 求你让我减轻 你能给我出什么主意 我同学习 十 那些跟一别人的少年人说 一个八生对王说 你的老婆让我派档的家 求你让我减轻 王就对他说 我会为这 比外老婆的要更大 十一 我会老婆让你派档的家 我会让你派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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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用比较人 我会用吉拉档的家 十二 十二 我会让你派档的家 我会让你派档的家 十五 我会让你派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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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十五 王不轻听众八生 这个书是出的心 为买应严调化 脱死的人 阿虚子 对二伯的女儿 与老婆安所说的话 十六 他在正众八生 看见王不听众因 就对王说 我在台湾有什么犯下呢 跟野生的女儿也无干涉 他小人啊 大家坐去自己的家 台湾家啊 就自己顾自己啊 对这样 他小人都坐去自己的家 十七 只能站去到邮台这些生 的他小人 老婆安由安做因的王 老婆安王 扯将官做苦工的人 买到他小人 去他小人家 他小人就用酒头 点死他 老婆安王就官金酒车 买走去亚路撒冷 对这样 他小人百款台湾家 得到金亚热